好下面呢我们进入这个第四小节 就是用导数来研究函数的几个状态 那首先呢我们学这个单调性和凹凸性 然后呢到下一小节 我们再去研究它有没有极值 以及有没有最值 那么首先呢我们看第一个话题 就是函数的单调性跟导数到底什么关系呢 那么关于单调性的定义 我们在第一天就跟大家讲过了 就是函数的几个性质 单调性 机偶性 周期性和这个有界性 那定义我们不再赘述 那关键是说拿到一个函数 我们怎么样来判别它到底是增还是减呢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不加证明 而是直接给出一个定理 在书上就是145页有定理一 我这个写法呢跟定理一略有不同 但实际上是一样的 叫什么呢 假设一个函数在一个区域上是连续的 哦它是连续的 啊并且呢除了最多有限个点之外 导数多大于零啊 你在区间上连续 那你在区间上导数大于零 当然我也不要求你永远每一个点 导数多大于零 而是什么呢 有限个点之外 导数大于零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说明什么呢 这就说明我这个函数在区域上是单调增加 注意 有限个点外导数大于零 那说明这有限个点干什么 第一 这有限个点的导数可以取到什么 可以取到零 第二件事情 这有限个点的导数干什么 导数可以没有 这不影响的 所以这个有限个点除外 你得理解清楚 这有限个点是干什么呀 这有限个点导数是零 这有限个点导数不存在 都不影响我单调增的结论 对不对 你两个点 一个点没有导数 一个点导数是零 那除了这两个点之外 导数都大于零 依然说明我函数单的单调增加的 那同理 如果导数小于零 说函数单的减少 这是用导数来研究单调性 这个定理的证明 在书上也有 就是144页 有证明 我们也只是暂时先止记住 先用一下 证明 我们以后再说 好 下面呢 我们来通过一个题 来看一下 如何求一个函数的单调区间 当然了 这个要想求函数的单调区间 你得先知道 一个函数 它的单调区 增区间 单调减区间 就是说 它的两个单调区间 是从哪里分开的呀 这个点有一个截略告诉大家了 一般只有注点和谁呀 注点和不可导点 才能成为 才能成为单调区间的分界点 什么是注点呀 注点就是导数为零的点 导数为零的点 我们简称叫注点 所以 大家以后要想求一个函数的单调区间 第一步 找到注点和不可导点 把这几个点列出来 说把整个区域分成若干子区域吧 然后呢 在每一个子区间 去研究你的导数是正还是负样 比如 我们通过一个实例 看一下 大家把数翻到这个146页 立四这个题 立四 我们看一下 解 求函数的单调区间 那么第一步 是不是先求导数呀 把导数求出来 导数呢 显然很容易求得出来 都是多相式 多相式 那就是等于6x的平方 再减2就18x 再加个12 然后呢 显然可以通过因式分解 提个公因子6 因式分解 x减1 然后呢 是不是再来一个x 再减个2吧 于是呢 我们令导数为零 如果是令导数为零 那么这样的话呢 解的有两个点 那x1是1 x2等于2 他们充当什么呀 他们充当了分界点的地位 对不对 你这两个点就把我整个区域开始分开了 那怎么分呢 他是这样来描述的 假如说这是x的轴 那这呢有个1 然后呢 这呢有个谁呢 有个2 两个点分成几块呀 那显然 哦 左端这是1块 是不是负无穷到1呀 然后呢 中间 是不是1到2又是1块吧 是不是1到2又是1块 然后呢 2到正无穷 是不是1块呀 所以这样的话 把它分成三个区域了 三个区域 然后研究 在这三个区域上 我的导数是正还是负呀 对不对 于是我们给他一般做成图形 做成表格去来列 比如我们这样看看 啊 打一个表头 好 如果这是x的 这是x的范围 这是谁呢 这是导数的符号 最下面这是谁呢 这是函数的一种描述 哦 然后你看这单是谁呀 这是不是负无穷 哦 先到谁呀 是不是先到1呀 负无穷到了1 然后呢 哦 这个地方再来个区间 叫谁呢 是不是叫了1到2呀 然后呢 再来一个区间 最后一个区间了 是不是应该叫2到正无穷了呀 注意有没有等号 无所谓哈 端点给不给都可以 你可以把端点都给这个中间 叫b区间 其他两个叫开区间 对不对 好 那你看看 在第一个区间上 如果比1小 x的比1小 那你比如x的取0 你x的取0的话 是不是在这个范围 取0 这是多少呀 这是负1 这是负2 是正的 所以这样的话呢 我的导数是取正 导数取正 所以我干什么 所以我这个地方 是不是就是单调增了呀 对吧 所以我在这个区间 是单调增的 再来 1到2区间 比如取谁呀 比如取个2分之3 1啊 直接随便取个数 那12之间 哦 大于1 那这是正正的负 所以一正一负 又是负 负的话 我干什么 我单调减少 对不对 然后再往下来 2之后取3 取3都是正的 那取正又干什么 又单调增了 所以那我的单调增区间 就是负无穷到1是增的区间 然后呢 1到2是函数的单调减少区间 然后2到正无穷又是单调增区间 不就说完了吗 这叫什么呢 这叫列表的手段哈 列表啊 越复杂的题目 列表越有效 怎么列表呀 就是拿这个分界点 拿这个分界点 把这个丁一一 给它分开 对吧 我本来是负无穷到正无穷 你有两个分界点 两个点 把整个区域分成了三段 对吧 负无穷到1 1到2 2到正无穷 然后观察 在每一个段 我的导数是正是负 然后回答 我函数是增还是减 这比较简单哈 好 再往下来看 那么函数的单调性 有什么用呢 我们学了导数 那用导数可以研究单调性 单调性能干什么用 单调性一个直接的用途 就是帮大家证明不等式 比如大家看书 146页的例5 这道题 能帮我们证明不等式呀 为什么能证明不等式 你想哈 要想证明 x大于1时 2倍的根号x大于它 我可以怎么办呢 我可以令fx等于2倍的根号x 减3再加个x分之1 这样的话呢 我容易发现 且我的f1是几 f1 那么f1是不是2倍的根号1 减3加1等于0 那你想 我的f1是0 我的x呢是大于1的 对不对 那这样的话呢 就说明 我只要证函数干什么 函数单调增不就行了吗 单调增是不是右边比左边倒下 所以看到数 那则 我f1比x 到处是谁呀 那么2倍的根号x 那就是x的2分之1 搬下来 那就是谁呀 那这来个根号x再分之1 对吧 然后呢 再减个1 除个x的平方 然后通分 通分上来 那就是x的平方分之1 然后呢 来个x 再根号x 再减个1 你注意 x比1大 那么x比1大 那么这一项呢 这一项是不是应该大于0啊 所以发现 我的导数是大于0的 导数大于0 所以立即推 我导数是单调增的 也几 单调增的导数 是不是肯定要大于左端点吧 f1是0啊 所以正完了 所以推得fx大于0 那不就是2倍的根号x 大于3-x分之1吗 范围x大于0 算完了 所以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啊 用求导单调增 单调增 都大于左边 单调增 那都大于右边 对不对 单调增 好 这是我们回答的 有关用导数来研究单调性 以及用单调性 帮我们证明不等式 好 第一个话题 叫用导数研究单调性 我们暂时说到此处 以及由单调性 衍生出一个用用 叫证明不等式 好 再往下来看第二个话题 还是这个啊 接下来我们来看 再通过几个证明不等式的问题 我们再看一下 就是用这个单调性 帮我们证明不等式这件事情啊 我们再练几个题 来大家把书翻到183页 183页最最上面有个括号三 这是12题的第三小问 这个题是一个考验真题 是个考验真题 证明当E小于A小于B小于E方时 Line-Line大于他这一堆 那怎么证呢 解 大家看看 这个地方 AB都是什么 答AB都是常数 是不是都是常数呀 那么都是介于这个数和这个数之间吗 好 然后呢证明这一堆比这一堆大 那这还是谁呀 是不是这边也是一个数 这个地方呢 是不是也是一个数呀 所以这叫什么呢 这叫常数不等式 记笔记 叫常数不等式 就是说你要证的都是一个数 大于一个数这种情况哈 你看这段Line-Line 那Line-Line 这个Line我们读做一个数 这一端E的四字方 一分之四还是什么呀 还是一个数 那么常数不等式怎么办 一般就一个做法 通常转成函数不等式 转成函数不等式来做 常数转函数 那因为只有函数可以干什么呀 函数可以求导 可以用谁呀 可以用单调性 用单调性来解决一下 比如我们试一下 那这里面我就另把B改成X 那么B改成X 则 那这就变成谁了 则那是不是就出现了FX 我记得一个函数 把B改成X 那这就不是Line-X的平方 再减个谁呀 Line-A的平方 再减个谁呀 4除E的平方 4除E的平方 再来个谁 是不是X减个A呀 当然范围怎么写 范围是不是X应该怎么办 你是不是把B改成X 你把B改成X 那这个范围显然 那其中X怎么样啊 写 是不是E小于A小于X 小于谁呀 小于E的平方 那这不是这个X的范围吗 对吧 好 来求导单调性 对其求导 我们试试F的平方 导数等于谁 F的导数 导数应该等于 二倍的Line-X 再来个谁呀 是不是X分之一 再减个什么 这地方求导 那直接就是谁呀 是不是4除个E的平方吧 这不就是我们的导数了吗 但是这个导数是正还是负呀 我们看一下 这个导数 那正负看不出来吧 看不出来怎么办 再求导 再来一次 再求个导数 F2 那导数前面求导 那就是谁呀 2来个X分之一 后面不要动 X分之一 然后呢 是不是再减掉 前面不要动 是不是后面求导 后面求导来个谁呀 是不是1除个X的平方 后面没有了 那么一整理等于谁 那么一整理就等于 整理一下 是不是X的平方做分母了 上面是谁呀 是不是2再减个谁呢 是不是2倍的1再减个Line-X 应该是这样写 对吧 你看再求导吧 前面求导 后面不动 然后前面不动 后面求导 通分 X的平方通上来 2-2Line-X 你可别忘了 X比谁大了 是不是X大于1 那么X大于1的话 X比1大 那么Line-X是不是大于1 Line-X大于1 那1减它是不是小于0 所以这一项怎么办 这一项是小于0的 那么2接导小于0 那说明什么 则我的1接导 是不是单调减少 对吧 2接导小于0 那1接导单调减少 1接导单调减少 并且大家看一下 并且1接导在端点是多少 1的平方 如果这是1的平方的话 这是几 右短点 F1是1的平方 刚好是几呢 如果这是1的平方 Line-1的平方 那就是2 2得4 4除1的平方 刚好是谁 等于0 那于是说明什么 于是这样的话 那所以 就发现 我整个导处怎么样 那你想吧 我单调减 单调减右边是0 所以整个导处呢 都得大于0 那么导处大于0 又说明什么 说明函数怎么样 函数又得单调增 对不对 函数单调增的话 我们要谁呀 要一个端点不就行了吗 并且 大家看F5A是多少 F5A 那么F5A的Line-A的平方 Line-A的平方 A-A全是0呀 所以F5A又等于0 那所以 整完了 那你想吧 我单调增 单调增A点为0 所以FB呢 FB大于0 也几 那就是谁呀 FB那不就是 这个Line平方 再减个谁呀 再减个Line平方 应该是大于 这个4除E的平方 再来个谁呀 再来个B-A嘛 所以它是大于 4除个E的平方 然后是B-A 算完了 那这个题呢 比上一个题麻烦 这是考研真题呀 你看这个题就是什么呀 多次求导单调性 所以记住哈 以后遇到这种题 常数不等式 大家总可以改成什么呀 改成函数不等式 常数改函数 然后呢求导使用我们的单调性 如果一阶导不定号 一阶导不确定 一阶导不定号 他不定号 干什么 继续往下 求二阶导 求二阶导 用二阶导的符号 来回答一阶导的单调性 对吧 单调性加端叠 单调性加端叠 后面单调增结合端叠 定出整个符号 定出整个符号 预设下结论 做完了 这也是我们 就是考研中 喜欢考的一类题 叫用导数 来研究 函数的单调性 包括用单调性 证明不等式 第一个题简单 一阶导 一下子就定号了 如果直接定号 那就做完了 如果不定号 那就再往下再求一次 就说完了 这是我们说的 叫用导数 来研究不等式 再往下 来看 导数还能干什么呢 导数还能帮大家 研究一些方程 它有几个根的问题 比如 我们翻书 151页的第6题 找一下看 151页 就是习题3-4 第6题 来研究这个方程的根 这个方程中 带有参数 其中A大于0 有参数研究根 那么这个根跟谁有关 是不是显然跟这个参数有关系 我们接下来分析哈 0FX 等于Line X 是不是在减掉一个AX吧 当然了显然X怎么办 X是不是比0大呀 为什么 因为有Line X 对吧 好了 然后呢 对它求导数 则F的导数 那应该是等于 1除个X 是不是 减个A呀 那如果通分上来 那不就是X做分母 是1减个AX 对不对 那显然X大于0 那么这样的话呢 很容易发现 当X在0到A分之1这一段 这一段的话 那是不是导数为正 这一段导数是大于0的 大于0 那则 我的函数应该如何 是不是应该单调增啊 并且再来 当X大于A分之1 好 当X大于A分之1 小于正无穷时 就是另外一半 那这个时候呢 容易发现导数小于0 那么这个时候 函数将单调解 于是 这个题 这个函数的单调性 就看出来了 应该怎么画呢 它应该是这种图形哈 比如我们画一张图 这是Y轴 然后呢 这是X轴 原点 分界点是A分之1 对吧 那么0到A分之1 是单调增的 然后呢 假如画个草图哈 画个草图 顺便这样画 先单调增 然后呢 是不是再单调减了呀 对吧 这是个草图哈 当然了 我们要分析了 它这个地方 单调增 是从哪里增到哪里 单调减 又从哪里 减到哪里 对不对 好 来看看 看端点是多少 端点 左端点 是不是应该是0这个点 0这个点 那带不了0 带什么呀 带的极限是0哈 那么由于 F0正 F0呢就是什么呀 0点的右极限 X取0正 Fx 那就是Limit X取0正 来个Line X 再减个AX 现在等于谁呀 是不是等于这个 负无穷吧 因为X靠近于0正的话 Line是负无穷 这是0啊 负无穷减0 还是负无穷 所以 这个函数 是从负无穷处 开始往上增 对不对 负无穷 负无穷往上增 增到哪里 是不是增到了这个点 这个点 这个点是谁呢 好 还有谁呢 增到了F1 F1是谁呀 那是不是Line的A1 再减个A 再乘个A1吧 应该等于多少 是不是应该等于 这个负的LineA 然后呢 是不是再减掉个1吧 再减掉个1 好 这是我们说到的 这个点哈 那跑到这里面了 然后再来 且右端点 F正无穷 正无穷住 等于多少 Limit act取正无穷 是不是 正无穷取极限呀 取极限往里带 那就等于了 Limit act取正无穷 那这个地方叫LineAx 再减Ax 答等于几 口答是几 我们这个地方 没有必要再算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在 洛宾达法则中讲过 Ax如果是达到 正无穷的话 对数函数小 密函数大 还有那个印象吧 是不是对数小密大 一减是多少 一减显然应该是 小减大是谁 是负无穷 这不说完了吗 所以他往下减 又减到哪里 是不是又减到了负无穷 对吧 所以那这样的话 究竟有没有根 就取决于谁了 是不是取决于这个中间点 对不对 所以来第一种情况 如果这个最高点 比零还要小 比零还要小 所以第一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若这个负的LineA解1 它比零还要小 如果它比零小的话 也几A在哪里呢 也几是A大于A分之1 A大于1分之1时 那方程怎么样 方程是无根的 这个时候没有根呀 是不是都比这个 X主要下面吧 再来第二种情况 若负的LineA解1等于0 那也几A取到A分之1时 这个时候呢 有根有 而且仅有 是不是一个根呀 只有一个根 有一个焦点 那么再往下来 第三种情况 若负的LineA解1 大于0 也几 如果它大于0的话 那就是A在0跟1分之1之间时 那么这个时候 是不是就如本图了 对吧 如果它大于0的话 那是不是在这个地方 对吧 那这条有几个根呀 这里是一个根 X1 这里是一个根 是不是 X2呀 所以这个时候 有 窃 仅有 两个根 有窃 仅有 两个根 说完了 这就是这个题的最终答案 带有参数 对参数去讨论 然后研究方程 跟的个数 那你说到底还是谁呀 说到底还是导数 对吧 用导数 作为工具 去研究 我根的个数 对不对 还是属于基本题目 基本题目 比较简单 它中间呢 又有一点点小技巧 小细节 就是这个地方是负无穷 无穷远处 正无穷远处 是负无穷 然后呢 这个地方也是负无穷 这两个负无穷 它得法不一样 人家因为这个地方 是直接容易看 零正 这就是负无穷了 那这是负无穷 然后呢 这是零 负无穷减零 当然是负无穷了 然后下面这个地方呢 是因为 Long比较小 X的比较大 小减大 肯定是负无穷吧 然后呢 再进而研究 最高点的情况 最高点如果比零还要小 说明整个图形 都在X的下方 没有根 如果最高点 刚好等于零 那么就有一个焦点 焦点就是一个根嘛 如果最高点 超过了X的轴 是不是一增一减 跟X的轴交两字 交两字 那不就两个根了吗 对不对 说完了 好 这是我们说的 用导数行来帮大家 去研究这些事情 那么下面再往下来 复习第二个话题 用导数帮大家 研究一个曲线 是凹还是凸 我们看看 继续看书 翻过来 147到148亿 我们直接翻到148亿 讲第二个话题 曲线的凹凸性 和拐点这件事情 首先我们得知道 什么叫凹 什么叫凸 对不对 你别像斗地主 大小王不分 对不对 大小王不分 你凹凸不分 这就麻烦了 好 凹凸应该知道 比如 这样话叫什么 这叫凹 这样话叫什么 这叫凸 是不是有一段凸起来的呀 这不凸起来 这不凹进去吗 凹进去凸起来 凸出来 对不对 凹和凸 那么到底凹凸 怎么来定义呢 在我们书上有一个定义 叫148亿 有个定义哈 说如果函数 在一个曲线上连续 任何两个点 如果发现什么呢 如果发现 这两个点 中间点的函数值 超过这两个点 函数值的平均值 那么图形是凸的 你比如怎么办 我们随便画一张图哈 这个曲线 这张图是不是一个凸曲线呀 比如说 这要找个什么呢 找一个点 叫X1 这要找一个点 叫X2 那显然 那X1 X2 两个点 那相加出二 就是在哪里呀 是不是在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是不是 1加2 在背二出吧 好 它的函数值是谁 是不是这个点 对吧 这是这个函数值 那么还有谁呢 这个点 这个点 和这个点 这叫A点 这叫B点 一连线 还有个谁 这个地方是不是 还有个函数值呀 对吧 那你明显发现 是不是这个黑色曲线的函数值 在蓝色直线函数值的什么呀 上方 上方就是什么呀 大于号嘛 对吧 啊 这表示什么呢 这个地方表示那个曲线 这表示什么呀 那这表示那个直线的函数值 对不对 那曲线在直线的上方 你的图形 这就是一个什么图呀 这是一个凸的图形 那反之叫什么呀 叫凹的图形 对不对呀 你可以参考书上 147页 这个图3告8 一个是凹 一个是凸 好 这是我们这个 同济大学教材第七版上 给出的凹图形的定义 那么这个地方 希望大家再来补一个定义 这个定义更好用一点 它也是讲的曲线凹和凸的问题 那怎么定义呢 你定义一是用函数值和函数值 我定义一是用谁呢 用导数来定义 怎么定义 说函数仔 B区间上连续 开区间可倒 如果任何两个点 随便找两个点 发现一件事情 发现什么呢 发现如果是这一堆 它能大于 能大于这个F他自己 那么就称你的图形 依然是凸的 怎么理解这件事情呢 比如我给大家画一张图 我们从几何上看一下 它在说什么 这是Y轴 这是X轴 圆碟 比如说这张图形 大家看 这张图形就是什么呀 画个FX 这是不是一个凸的图形啊 凸的图形 这是A碟 这是B碟 它有什么背景呢 比如大家随便找一个碟 这边找一个碟 叫做X0 好 这边有一个切线 有导数吗 那不就有切线吗 这个切线是谁 大家帮我看一下 这个切线 切线 是不是按照我们讲的切线方程吧 那是不是这样写 叫Y-Y0 就是FX0 等于K倍的 那不就是导数吗 再来谁 是不是X-X0 所以切线就是谁呀 切线Y 就等于 移过来 等于 是不是F-X0 再加F-Y-X0 再来X-X0吧 对不对 那这不就是切线方程吗 哎 你发现 这个切线方程就是谁 是不是就是我红颜色画笔的 所以这叫做切线 这叫做曲线 对不对 那你看 如果是凸的 说明这个切线跟这个曲线怎么样 它 我这个红色的线 是不是始终在这个蓝色线的哪一方 上方 对不对 上方就是什么 上方 那不就是大一号的意思吗 对吧 所以这是凸的 所以你们有一个道理哈 所谓曲线的O和凸 就是指的 如果是凸曲线 那就是每一个点的切线 切线在什么 在曲线的上方 这件事情哈 切线Y 在曲线F的上方 上方 就是我的函数值 比你的函数值要大呀 对不对 所以就这样写了吗 这个定义哈 有的题目用起来更方便 要学会用 你是凸 那就是切线在上 你是凹 那就是切线在下 完全类比呀 好了 说清楚了 所以给大家额外补充一个支持点 叫凹凸性的定义 用切线来定义的 这么下来 那如何来研究这个曲线 到底是凹是凸呢 定义固然有 但是不好用 就如同单调性 有定义法 但是不好用 谁好用 导数好用 那依然凹凸性有定义 定义不好用 谁好用 依然是导数好用 单调性是一阶导 凹凸性是二阶导 看 如果二阶导大于零 推 图形立即是凸的 反之 图形就是凹的呀 所以 一阶导定单调性 二阶导帮人民回答了凹凸性 在书上 就是148页 定义二 这个定义 有证明 暂时不用证 而是直接使用 好 这是关于凹凸性 它的定义和它的判